你好 小伙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在短片里说 你是有出事证 还有啥证的证 还有这个面点证 那你为啥不上饭店上面 或者是自己开个店什么的 做个出事 然后找个福源啥的 我愿意拿我毕生所学 换他这个证 我现在的想法是 我想开个花店 打了有出事证不够 面点证不够 因为怎么说的 你开一个饭店吧 开个饭店 就是都是几个月的新鲜 就打比方你开火锅店 我并不是针对腿 我这个火锅店 这还不明显吧 哎呀 你 别老就得一个开火锅店 开个火锅店 情况下不是自己压火锅吧 你是不是自个家 也有骨盔在里面 你还完了冲那边说 那我也不是针对谁 完了把这个挑一跳 就是冬天的时候它比较火 夏天的时候比较不玩火 所以就是我想开花店 花店这个是没有什么淡忘剂 尤其情人姐还有母亲姐什么姐 非常火 要开就得大学跟前开 因为大学跟前情侣新出对象的 她都喜欢送火 哎呀 这市场调研完了这是 那你这个都已经做好这么多的准备了 其实我觉得就差个人 然后就能开店了 对 差个啥人呢 差个未来一辈子的媳妇 哎呀 老板娘 对对对对 差老板娘 你这个手艺扔了你就白啥了呢 我就想做一个饭店老板娘 能把小孩给你太满意了 就在花店说半天 我说怎么记得大陋 对对 一点不大陋 我这个手艺不算了 我可以让别人尝不到我的手艺 但是让我未来的媳妇 无论她想吃什么 我的手艺全展现给她了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为未来老板娘开的 是 烤的是不是 对 你俩这个小店名 我都想好 这个香香私房菜 香香私房菜 哇